我想要变成一根针 扎到你心里 永不分离 让你永远都忘不掉我 你的掌心出现人名 代表这个人 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不止 意味着 命不久矣 具体时间没有规律 我记得时间最短那一次 是我这个朋友 一个月后 他就不在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谢谢啊 不好意思 我恨这种能力 总觉得 他夺走了我的好朋友 还有其他仙虎的生命 自那以后 我就长期佩戴隐形眼镜 也许 是沾染了人气 所以 右眼再也没有发错过 我以为 噩梦就此结束 直到 所以 您右眼的故事是想告诉我 我即将命不久矣吗 我不傻 很早以前 就察觉到你的反常 我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沈娇的百年诅咒 从我太爷爷起 已经持续了太久 也该是时候结束了 所幸 你陪我抗争过 所以即使失败了 也没有遗憾 相反 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 我不准你这么想 曾经那个目控一切的沈舟 去哪儿了 你难道不想永远陪着我吗 只要你愿意 什么诅咒我都可以破解的 我知道 可我不想让你冒险 只要我把自己的异能 献祭出去 你就可以平安 但有一个条件 需要你答应 什么 你不认识 一旦诅咒破除 你的眼睛 永远不能覆灭 我决定了 我要献祭异能 你告诉我具体的解咒办法 沈舟能甘心一辈子都看不见 他双眼失明不就是因为诅咒吗 只要诅咒没了 他应该会好起来的 幼稚 一次献祭只能解决一个不幸 如果是诅咒 因诅咒引发的其他影响不可逆转 否则诅一旦解除 之前枉死的人岂非都能复活 你选择诅咒 那他这辈子再无光明 我拒绝 我拒绝 沈舟 我知道这很难接受 但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不是吗 难道要一直活在黑暗里吗 我宁愿死 我也不想 活在这无限的痛苦之中 我可以揍你的眼睛 你想去哪里我都可以带你去 只要你不嫌弃我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我希望你好好活着 其实你去见我二叔的时候 我都知道了 我二叔有些话说得不错 人 只要是有牵挂 就会催生欲望 你的欲望是想让我好好活着 我的欲望 你知道是什么吗 曾经你意气风发 众星捧月 我遗憾没能与你相识 如今 你我相识于落难之时 多少点庆幸吧 否则 你眼里不会有我 也根本不想看到我 以前的沈忠 根本不会将自己的命运 放在别人手里 而现在 只有你一直在我身边默默守护着我 你知道 我最想看见你的样子 我想将你的模样 深深深深地记在心里 你听说了 可爱 你还会让我身边的身边 你听说你 我是无论的 我都应该是 你会让我身边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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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边的身边的身边 我身边的身边的身边 我也会陪着你啊 有些事就不是那么讲道理的呀 比如遇见你 想见你 都是 真傻 值得吗 值 如果你的诅咒马上就发作了 值得吗 值 如果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值得吗 能看见你 那一眼并是万年 值 无言 成全我吧 这枚银元 见证了我们的相遇与重逢 只要我们对彼此的心意不变 信仰便是不可磨灭的 献祭才能成功 你愿意交换吗 我愿意 雪 我歌云 还美 哪里 有个地方 我只想带一个人去 哪里 远分开始的地方 巫颜 沈舟 沈舟 你能看见了 从今以后 不管你在哪儿 我都能找到你 寸目不错 我听曼狐说 如果献祭之日能看到阳光 就会受到神的祝福 那你 想要什么祝福 我想要变成一根针 扎到你心里 永不分离 让你永远都忘不掉我 还真霸道 那你喜欢吗 不喜欢 可是 可是 我爱你 沈舟 沈舟 难道祖舟又开始了 不会的 不会的 别过来 能看见你 我很知足 只是个心 我不能陪你走下去了 巫颜 放手吧 不 我不 沈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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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离开我 你昨晚怎么了 怎么突然就晕倒了 而且睡到现在 是不是做个梦了 我梦到你祖宙发作 然后不要我了 傻瓜 那我这不是好好的 在你面前的吗 那 你现在能看见吗 还能听到众声吗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现在好好的 一切全都过去了 而且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就算是犒劳你了 我不要礼物 我只要你 听话啊 嗯 还好什么 哼 我呀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